第2次那件事实际上是应该以科学的证据来论述 我希望各界不要多做预测 然后捕风捉影 反而造成民众的恐慌 包括其他管制66件都没有发现 但建设供调用科学做证据 欧北省也减出到这个事情的五大陷阱的所在 甚至供调第一时间就提前台中市府的建设处理 不要到急公布 毕竟市府特务是非常反省 减严重挂金极限断 浪土成家也没有证实是不是系统性的问题 这一种实案的事件 那一公布出去的话 一定会造成民众的恐慌 这一定会 尤其是这个食品本身的话是我们经常在食用的 风险没有那么急迫的话 那可能就要小心一点 那这个case by case要去做判断 这台是影响到地狼的成立了 林亚立委昂信寒希望台中市府就要去接任 科学的问题不是用政治语言就可以糊弄的 如果台中市政府真的是因为自己实验室操作的流程的疏失 希望台中市政府有那个勇气跟大家来道歉 几年前所在香港出现三百斤 大家买在罢就会怕 市务署现在加金冠冠福音 希望用上金的速度给民众一个答案 民事新闻 从下报到